這次慶祝勞動黨成立76週年的國防發展展覽會 名為智慧2021,在平壤三大革命展覽館舉行 展出近五年研發生產的各種武器裝備、戰鬥技術器材等等 包括去年閱兵亮相的新型洲製彈道導彈火星16 今年初閱兵展示過的北極星五型新型潛射彈道導彈等等 金正恩形容展覽會並不給大型閱兵訊息 他在演說的時候說美國近日多次發出對北韓沒有敵意的訊號 但是沒有任何依據令人相信美方不是 金正恩批評美方仍然堅持錯誤的判斷和行為 繼續製造地區緊張局勢,朝鮮半島局勢動蕩不穩,並不會輕易消除 金正恩強調,北韓的主敵是戰爭本身,而不是韓美等國家或者勢力 他說,無論是在和平環境或在對抗形勢下 增強軍事力量都是主權國家的基本自衛權利 只是為了增加威懾力,保護國家主權,絕非針對南韓,也不是要發動戰爭 對於南韓將他們加強國防力量的行為,貫賞對朝威懾力之名 但是又將北韓研發武器視為挑釁 金正恩形容是偽善和好像強盜般的雙重態度,認為十分危險 北韓表示,決不容忍,表明今後一旦再有破壞朝鮮自衛權的行為,朝方必將有力回應 南韓國防部說,正是和美國情報部門分析相關報導和指南內容 有線電視記者郭惠儀報導 謝謝